电影《萧生客》的旧书里有两个人物至今记忆犹新。 一个是布鲁斯,在监狱中服行了50年, 假释后监狱外全新的生活,令他惶恐不安, 时常想犯罪重回监狱。 监狱早已在他身上套上了无形的枷锁, 最终他不堪重负悬梁自尽,结束了生命。 另一个是安迪,被乌贤入狱,判决终身监禁。 监狱虽然禁锢了安迪的身体, 却没有禁锢住他的心。 他努力挣脱枷锁,用尽一切办法自救, 最终成功逃离监狱,涅槃众生。 想起罗伯斯比尔的一段话, 无形的枷锁比有形的铁链坚固得多, 不打碎它,我们就永远也别想真正成功。 诚然,如若不打碎无形的枷锁, 它就会榨干我们的能量, 最终摧毁我们的人生。 唯有及时斩断身上的枷锁, 方是一个人改命最好的方式。 一,斩断圈子的枷锁。 老人常说,想毁掉一个人特别简单, 只需把他带到一个劣质的圈层就可以了。 我以前并不相信人会那么轻易地堕落, 直到身边朋友分享过一个真实的案例。 有一次的家庭聚会上, 见到了许久没见的表哥。 大学时彬彬有礼, 成绩优异的他, 如今经编的野蛮无礼, 游手好闲。 和姑妈聊天后, 朋友才知道, 大学毕业之后, 表哥进了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 工作认真, 头脑灵活, 领导很看好他, 未来前途无量。 然而, 自从表哥去参加了一次小学同学聚会, 他的性格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表哥成天和几个无所事事的小学同学, 私混在一起, 学会了抽烟喝酒, 每天通宵打牌, 导致上班无精打采, 领导安排的工作频频出措, 最终被公司开除。 失业后, 表哥并没有去找工作, 而是成天和那群狐朋狗友花天酒地。 表哥原本有大好前程, 却因为认识了几个游手好闲之徒, 未来前程渺茫, 一片灰暗。 这时我才开始相信, 低质量的圈子确实能改变一个人的性格, 外貌, 甚至是人生。 唐代名臣魏征说, 立身成败, 在于所染。 诚染, 一个人的发展前途, 往往和圈层的优劣有着极大的关系。 胡适在上海求学时, 认识了几个酒路之徒, 成天和他们花天酒地, 生活腿迷, 忘记了求学的初衷。 一次, 几人喝得鸣顶大醉, 被巡逻警抓捕, 每人罚了五元。 胡适身无分文, 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交钱离开。 他这才意识到, 求学期间, 自己除了学会了喝酒打牌, 什么也没学到。 后来在同乡城烙亭的帮助下, 胡适被赎了出来。 胡适痛改前非, 远离低质两圈子, 和恩师王云武他们一起学习, 钻研学问。 最后, 他留学进修, 成为一代文学家, 据于世文明。 作家刘庸曾说, 人这一生, 其实限制你发展的, 往往不是智商和学历, 而是你所处的生活圈。 与低层次的人并肩, 只会暗淡无光, 消耗你的能量, 腐蚀你的认知, 阻碍你的进步, 最终拖垮你的人生。 与高层次的人同行, 就会春风话雨, 带来强大的后屈力和影响力, 带你走好人生的下半程, 逆天改命。 所以, 改变命运最快的方式, 莫过于斩断低层次的圈子, 远离透支你能量的人, 与优秀的人并肩同行。 二, 斩断眼界的枷锁。 电视剧《平凡的世界》里有一个桥段, 郝鸿梅家境贫穷, 上学时因成绩优异, 相貌出众和黄元老中医的孙子 故养民恋爱了。 毕业前几天, 郝鸿梅去学校小店 买手帕打算送给同学。 要结账时, 电手卫正好被对着他整理货物。 郝鸿梅见状, 竟往书包里偷偷塞了几条手帕, 结果电手卫恰巧转身看见词目。 最后, 顾养民也因此适合地分手。 郝鸿梅本有着光明的未来, 却因短诗毁了一生。 很多时候, 决定一个人命运走向的是眼界的大小。 一代宗师中有句话, 一个人要往远处看, 过了山, 眼界就开阔了。 我深表赞同, 人只有往高处看, 才能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射击而上, 烛光而行。 只注重眼前的利益, 被浮云遮望眼, 必然难有所成。 著名音乐家谭顿, 曾讲述过自己在美国求学的一段亲身经历。 谭顿刚到美国时, 生活穷困潦倒, 为了维持生计, 只能在街头拉小提琴赚钱。 他和一位黑人提琴手, 一起争到了一个人流密集的好地盘, 商业银行门口。 经过几个月的卖艺, 谭顿赚了不少钱, 于是和黑人提琴手告别, 继续学习深造, 实现心中的音乐梦。 十年后, 谭顿成为了国际知名的作曲家, 指挥家, 经常受邀在音乐厅里演奏。 当他再次经过那家商业银行时, 竟看到昔日的老友黑人提琴手, 依然在那里拉琴脉椅。 两人在同一起点出发, 最终却走向了 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 归根结底就是两个字, 眼界。 作家张燃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眼光越高远, 视野越开阔, 眼光越前瞻, 目标越远大。 目光长远之人, 高瞻远瞩, 深谋远虑, 人生之路自然行稳之远。 而目光短浅的人, 目光如斗, 只见树干, 终究会被一时的迎头小利断送前程。 所以, 斩断短视的枷锁, 高瞻远瞩, 方能看清事物全貌, 设计而上。 三, 斩断心态的枷锁。 道圣和夫说过一段话, 人生的道路都是由心来描绘的。 所以, 无论自己处于多么严酷的境遇之中, 心头都不因为悲观的思想所营绕。 分享身边一位朋友的故事。 在疫情之前的几年, 朋友开办了一家旅行社, 赚了不少钱。 于是, 朋友扩大了规模, 把赚的钱都投资进去了。 本以为能收获满满, 不曾想赶上疫情, 不仅前期的投资复制东流, 还欠下了一大笔债。 朋友白天为你不振, 借酒消愁, 夜晚辗转反侧, 彻夜无眠, 陷入痛苦的漩涡中, 无法自拔。 一次, 他在家中闲来无事, 看完了活着这本书。 朋友开始反思, 富贵经历了一生的苦难, 失去了一切, 却能乐观地生活, 自己还有什么理由 不振做起来呢? 从那以后, 朋友一改以往颓废的心态, 开始做短视频解说景点。 几个月后, 朋友的账号涨粉至千万, 靠做短视频还完了债务。 颇为认同一段话, 人生的所有不幸, 没有其他原因, 都是由自己的内心吸引而来的。 诚然, 心态不对, 处处不如意, 心态对了, 万事皆称心。 生活中, 既然无法改变处境, 不妨改变当下的心境。 著名作家石铁生年少时是运动家儿, 可在他21岁时, 因腰伤导致终生瘫痪, 面对突如其来的暴击, 换作一般人, 一定会郁郁寡欢, 寻死觅活。 可石铁生却能坦然面对, 和命运握手言和。 最终, 他把自己的不幸遭遇写成书, 已经出版, 就成了畅销书。 有人说, 好的心态, 是一个人生存和心灵状态的密码, 掌握它, 培育它, 开发它, 成功和幸福就会不请自来。 生活如同一片波涛汹涌的大海, 悲观者自暴自弃, 石沉大海, 乐观者乘风破浪, 抵达彼岸。 换个好心态, 即便身处最低的境遇, 也能活出最高级的境界。 所以, 斩断消极心态的枷锁, 便是改变命运最好的人生戾气。 很认同一句话, 挡在你面前的, 只有你自己。 只有斩断圈子的枷锁, 与优秀的人同行, 人生就会一直走上坡路。 斩断眼界的枷锁, 不被浮云遮望眼, 方能看见更广阔的天地, 行稳致远, 斩断心态的枷锁, 吹散消极的阴霾, 全新蜕变, 才能走向明朗的未来。 愿你能斩断内心的这三把枷锁, 日日自新, 开启新的人生。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 你也不妨订阅, 分享, 即在下方留言,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